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是主播大雄 昨天凌晨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格乌武装部队采取联合行动 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境内罗斯托夫州储存石油产品的高加索工厂和一座柴油仓库 袭击后发生了火灾 18日 俄罗斯托夫州州长发布消息称 当天俄防空设施在该州上空击落的乌克兰无人机碎片 导致一处存有柴油的工业仓库起火 初步消息显示无人员伤亡 这次没有说是乱扔烟头导致的失火 也算是一种进步 哈尔科夫前线昨天 俄乌双方在利布奇和沃乌昌斯克区有六次交火 以阵地战为主 没有战线的变化 库布扬斯克前线 乌军在别列斯托维和斯泰尔马西夫卡 击退了俄军十次进攻 莱曼 克里米纳 伊威尔斯克 俄军在马基夫卡 尼弗斯基 格列 格夫卡 金霍里夫卡 迪比洛瓦 斯皮尔涅 维米夫卡 佩列之内 组织了三十多次进攻 被乌军击退 恰索夫亚尔前线 昨天上午 俄军对顿战斯河地区的 塞维尔尼耶和扎里兹涅定居点地区 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俄军试图突破乌军的阵地 并向托雷茨克方向推进 在战斗中 俄军大部分装备被摧毁 死伤严重 双方在伊万尼弗斯基和恰索贝亚尔 多个地点 有十二次的交火 最终俄军进攻被全部的击退 托雷茨克前线 昨天俄军沿着米尔纳亚 潇塞纳亚和沃克赫亚亚街道 推进至四百米纵深 一企图拿下皮肤尼西内波克罗夫斯基前线 俄军作业发动突袭 结果遭到乌军邀零旅的阻击 吾尔返 截止目前 俄军距离波克罗夫斯基 仍有近二十公里路程 过去四十八小时 没有取得可确认的推进 不过俄军目前正在进行 两个关键性的进攻 即星赫罗夫基夫卡 南北两侧的工业山丘 如果这两个战术高地被成功的占领 宾和罗基夫卡的乌军后勤补给 将完全的被切断供应 乌军可能不得不放弃这里 武赫莱大尔战场 在南多巴斯卡亚一号 矿井通风井以东 俄军匆忙的从林带向西方向 实施突击行动 战斗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扎尔迪大诺沃西尔卡前线 罗布基尼和维尔波维以炮击为主 有零星的阵地战 图片地内波河走岸 克里米亚前线 昨日乌克兰空军出动米格29 带着法国锤子导弹 轰炸了多个赫尔松克里米亚 方向的俄军基地 人们注意到最近 乌军在赫尔松克里米亚方向的 远程打击和轰炸非常的频繁 这可能是更大军事动作 发动前的重要信号 按照俄罗斯著名巴基尔金的预测 我们正等待阿萨波夫 对克里米亚发动主动攻击 乌克兰将动用所有后备力量 和F-16战斗机收复克里米亚 他也说乌军对库尔斯克地区的进攻 只是一次阳攻 其言外之意 后面乌军还有更大的动作 就是克里米亚方向 乌克兰总参部最新战报显示 在乌克兰前线则前 俄军新增阵亡人数为1170人 被摧毁坦克7辆 装甲车7辆 火炮71门 多管火箭炮发射系统一套 无人机38架运游卡车等79辆 运游卡车等79辆 特种设备两套 俄境内的库尔斯克战场 昨天乌军已经确证 拿下了库尔斯克最大的铁路枢纽城市 克里米亚方 俄军守军不是被击毙 就是已经投降了 据媒体对乌军第95空中突击旅的 事迹报道中说 在前天的战斗中 正是新调来的乌军第95空中突击旅 冲进克里米亚中心城区 而且人们应该注意到 在2022年的19母战役 就是他们在先突破俄军的阵地 不得不承认 这支部队是乌军一支 攻坚近旅 克里米亚沃是 库尔斯克西部最大的铁路枢纽城市 且有铁路直通乌克兰的苏美 拿下这里 乌克兰在俄境内的后勤运输 将大大改善 此外 乌军主力拿下课程后 可以沿公路向东北方向 配合兄弟部队 围攻 米格夫 或向西北 配合那里的乌军部队 进攻雷利斯克 实际上 这三个城镇都在库尔斯克州 呈机脚之士 如今乌军破解了 俄军的机脚针 算是一个大的成功 好像目前呢 好在目前138公路北部 塞姆河上两座桥梁 已经被乌军炸毁了 南岸的俄军失去了后援 正在通过扶桥 继续往塞姆河西岸撤退 说明俄军呢 准备放弃 大概算是有100平方公里面积的南岸领土 这次乌军似乎在复制去年的利曼大街 估计接下来就是集中力量 再拿下利格夫 主力在沿着138公路 东进配合那里的兄弟部队 集中力量拿下东面库尔斯克市 那么 整个库尔斯克州会成为第二个哈尔克夫 将全部的落入乌军之手 这时乌军在库尔斯克控制的领土面积 也会一下子扩大很多 昨天苏甲以东的德米特留科夫和克尔马科夫 也被乌军拿下 并继续向前推进到了距离 甲以东约25公里处的奥泽尔基和吉里附近 战斗正在持续进行着致辞 苏甲地区再无俄军的威胁 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 泽连斯基当然了 非常的高兴 据媒体报道在8月17日晚疫情视频讲话中 泽连斯基说 今天 西尔斯基将军报告了 我们在库尔斯克地区持续行动的情况 一切完全按照我们的预期进行 勇敢的乌军战士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视野 现在 我们正在加强我们的阵地 我们在俄罗斯的境内的桥头堡越来越强大 我要感谢每一位士兵 士官和指挥官 俄罗斯士兵要想好你们的选择 投降还是被歼灭 显然正是因为取得的这些胜利 昨天流出来了很多俄兵被俘虏的视频和图片 乌军第82空降旅在库尔斯克森林里 抓到的各部俄军 乌克兰安全部门对这些俘虏进行详细的身份辨别 是要找到当初俄军第15旅残忍的士兵 斩下乌军俘虏的头的人 这样的俄士兵 乌军是不接受其投降的 在克雷尼沃城内 有不少近日增援了1000名左右俄军15旅的士兵 这可是个报仇血恨的好机会 据说目前斩首乌军战俘的俄士兵已经抓到了 并提供了录音录像证明 他们是执行上级命令 另外乌军第22 乌军第225独立突击营 在库尔斯克抓到了一位 成了光杆司令的俄军810海军陆战旅的连长 他的下属全完了 只剩他只身一人跑路被逮 这是有一批俘虏的车臣兵 车臣小卡德罗夫会议下阿赫马特部队指挥官 阿普蒂阿劳迪诺夫前天夸下黑口 说车臣人没有被抓获的 另外 库尔斯克地区一名当地俄罗斯居民 向乌克兰的军方投诉 卡德罗夫的军队强奸了一名15岁的女孩 有视频显示 在俄境内 库尔斯克州乌军在一处地窖 发现了几百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的尸体 死因不明 难道是高层发现他们将有异动 于是高效率的将他们全部击毙 尸体被丢弃在地窖里 根据乌克兰库尔斯克作战司令部与俄罗斯安全局某官员共同披露的消息称 俄军在库尔斯克战役被俘虏俄军已经达到了数千人 阵亡人数已超过6000人 目前乌方已经向俄方移交了4000多具尸体 其中几百具尸体是在联邦安全局地下室里被发现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的尸体 与乌方没有关系 仅仅短短的十几天 乌军就在库尔斯战役让俄军总的损失已经超过了1万人 这绝对是一个惊人数字 昨日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向泽连斯基汇报中称 还有很多俘虏几带转运 大量的战俘给乌克兰武装部队后勤带来的极大压力 以上足以证明 俄罗斯军队在库尔斯克战场本时超过了1万人 据媒体消息 8月15日曾经报道过的 俄空天军苏34战斗机在库尔斯克上空向乌军投掷华翔炸弹中 遭到乌军防空导弹击落 其飞机已经死亡 目前飞行员的具体信息已经出来了 已经确定他就是俄罗斯空天军现役少将尼古拉叶维奇 哈切夫斯基享年75岁 哈切夫斯基死前的职务是 利佩斯克第四战斗应用和战斗机培训中心主任 俄罗斯国宝级飞行员2000年曾经和普京一起 驾驶苏两期UB战斗机飞越了俄罗茨尼 这次俄乌战争经过两年半的熬战 到了一个关键节点 必须客观的看到俄罗斯出现凶险危局 那就是非常缺乏军事作战方面专业人才 要不然呢 不会将75岁的老人哈切夫斯基也推上前线 显然呢 乌军在库尔斯克持续推进13天 俄军未能有效的阻止形成有效防御 据战争研究所指出 俄军无法长期的保持主动权 而乌克兰将继续扩大占领区 甚至从库尔斯克向比尔哥伦德推进 同时乌军开始摧毁俄罗斯能源储备 展示实力与决心战争持续 各方反应不一 但乌克兰的坚持与战略意图明显 也在迫使俄罗斯改变战争态度 为最终胜利创造条件 正因为如此 现在俄罗斯媒体空间一片愤怒 称把国家的命运交给九名这样的人 实在是荒唐 实际不用思考也知道结果了 作为普京的保镖 既不懂军事也没有指挥过 集团军作战的九名 能打赢专业的军事家希尔斯基吗 答案肯定是不言自明的 总之无论怎么说乌军在库尔斯克战场上 对俄军呈现依然是一边倒碾压之事 只要清醒的人就看到 十几天过去了 乌军重型坦克和装甲车 依然在库尔斯克战场上横冲直撞 无辱无人之境 可以说俄军所有的组织的防御或进攻都失败了 就比如说上次九名组织的 对苏甲东部的攻势被乌军打得大败而讨 如果不是俄罗斯有很大的纵身 或他扎起脚丫跑得快 说不定第一仗九名就做了乌军的俘虏 看来新任的俄军总指挥九名 并没有完成普京交给的任务 说到九名的事 作为普京的前贴身保镖 曾经以击退一只攻击普京的熊而出名 后来普京让他短期担任过俄罗斯国防部的副部长职务 后被派出当了托拉州州长 前不久普京将他从托拉州州长的任上 召回克里姆林公担任总统助理 不仅让其监管国防工业 而且还唯以协调国务委员会工作的重任 这样坊间传言普京有意栽培他当总统接班人 由于目前普京对国防部军方产生了猜忌 最近尤其对格拉西莫夫产生了排斥之心 毕竟俄军今年反腐不少高级将领落马 格拉西莫夫作为总参谋长 看到少爷谷离开国防部 但他在国防部的亲信几乎全部落瓦 自己战战兢兢好不容易保住了总参谋长的地位 可是看到这些发生的事情也是寒心了 毫无疑问有了思想包袱 对于许多事情想开了 不愿意承担大的责任 尽量大事化小 让普京心里高兴就行 所以这次再对普京回报库尔斯克情况 有意隐瞒了真相 事实上克里米林工的部分消息人士称 俄罗斯情报部门提前两周 就知道了乌军要进入库尔斯克行动的计划 估计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程度 故意对普京隐瞒了报告 而俄国家杜马议员 南部军区前副司令 污辱廖夫愤怒地表示 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谎报了军情 他在向普京做汇报时 将拥有上万精锐部队的乌军 说成了不足一千人规模的小部队 并宣称俄罗斯军队将很快击溃这支乌军小部队 这令普京很愤怒 还在后来的高层紧急会上大发雷提 但因为碍于格拉西莫夫 本人在前方指挥作战 俄罗斯前线又太缺乏领兵打仗的将才 所以才没有让格拉西莫夫直接下台 否则当场格拉西莫夫就没有好果子吃 然而普京已经越来越不信任下属了 特别是经过普里高级进军莫斯科事件后 以及一些高级军官的背叛 他开始重视忠诚用人的原则 对于不信任的人哪怕你再有能力也会得不到重用 据悉 尽管最近前线战事吃紧 特别需要军事上的专业人才 但普京还是不敢大肆的广纳人才 而是提拔以众一些碌碌无为 智大才疏的亲信 甚至连俄罗斯名将斯鲁维基就一直被他晾在一边 这里他除了重用自己的保镖亲信阿列克谢九名外 他还有一位义子侄女 当然是最信任的二受到重用的人选了 目前义子小图尔恰克被认为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同时还兼任着俄罗斯执政党 统一俄罗斯党的总书记 侄女齐维列娃被提拔出任俄罗斯国防部副长 看来还是自家人更可信 于是普京决定命亲信九名奔赴前线 总督库尔斯克前线的战事 其内心可能是已经对格拉西莫夫产生了失望和猜忌 从这个方面看 如果年近70岁的格拉西莫夫不在前线 像哈切夫斯基那样战死疆场 在战后无论哪一方面获得胜利也绝对不会有太好的下场 而且俄罗斯很多高层人物都很可能面临格拉西莫夫一样的命运 总之一旦战争停止了 俄罗斯政坛会有来一次大地震 从这个角度看 泽利斯基开辟俄境内战场 不仅仅是为了在军事上侧应乌克兰前线战争相举 同时打破所谓土地换和平的计划 而变成土地变土地 而主要还有进一步激化俄罗斯内部矛盾 影响俄罗斯内部的政治生态 改变俄罗斯人对乌战争的重新认识 从而利用俄罗斯内部的力量 改变俄乌战争的结局 当然这也是一招妙棋 一场政治上的豪赌 剩下就看俄罗斯是不是大规模从乌克兰前线撤军了 估计作为政治老手的普京 不会看不出这一点的 只是目前他还不敢从乌克兰前线 大规模的回原本土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不仅仅是害怕前线大军一旦松劲了 会被乌军反击出现崩溃局面 而且有很大可能是害怕前线野战大军回国后而造反 历史上的沙皇 俄国和苏联红军 一来就有这个在对外战争撤军 就立即就政权溃败的历史 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撤 以及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战败后撤 都是直接导致沙皇和苏联倒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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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